為孩子加開一場愛的話語 極象畫會暨中立基金會愛心畫作連戰 由極象派畫家陳秋玉 三度號召藝術家投入工藝 透過集結藝術創作 為師一而行見新家 陳秋玉常以旅行中的風景或花會植栽為替 結合集景 星象 印象等創作元素 畫出生活心緒 來介紹這一幅叫做快樂台東行 這個就是這一幅作品 在我們去台東想到第一個印象 應該就是它美麗的海岸線 還有大家在夏天的時候都去看金針花 所以表達在這邊 我們去那邊大部分都是坐火車 所以有這個火車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的有一個 就是那個觀光列車是Hello Kitty的 這邊有很美麗的海岸線 現在的政府也很貼心 在海岸線都做了很多的裝置藝術 然後這個表達就是快樂的飛翔 有看到那個翅膀的樣子 這就是我們到台東旅遊 當時留下美好的印象 就用這一幅作品來表達 綜藝基金會 我其實很多年以前就接觸過了 那我大概從事會畫 大概有二十多年的時間 那自己的家庭是過得很幸福 我本身非常的喜歡小朋友 那有一個偶然的機會知道說說 綜藝基金會就是來幫助一些 失去溫暖的孩子 當時就覺得說 哎呀我自己過得這麼幸福 應該也要發揮一下來幫助這些小朋友 那畫家其實能力有限 那最拿手就是畫畫嘛 對不對 所以我就用我的畫作捐出來 然後依賣 希望籌得一些款項 然後就捐給基金會 然後蓋一個更溫暖的家 我就好像上了大學之後 發現其實同學比較嚮往的可能是 像聚餐的時候是吃一些義大利麵 或是日本料理之類 但是我覺得台灣的食物其實也是非常好吃 非常值得被記錄下來 所以我就畫了這個鍋燒麵 那鍋燒麵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台灣的麵類這樣 熱衷工藝的施工劇組呼音畫展主題 來到現場拋磚引玉 完成流動化三幅以賣 期盼讓更多人同理十一兒 需要社會力量加倍愛護 匯聚正能量 我們開始做這個福利園區 應該是從110年開始 可是你也知道大家就是 經歷過了兩三年的疫情 我們其實在這個階段裡面 其實相對的辛苦 那其實綜藝在72年的一個 兒少服務間 我們算是一個老字號的兒少服務單位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也想說 哇,服務了70年 我們到底還能夠為這些弱勢的孩子做什麼 所以我們就想說 能夠成立一個兒少福利園區 他是一個友善兒少的平台 裡面當然就包含了 我們綜藝長年做的0到18歲 兒少的家園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也不斷在思考這些弱勢的孩子 包含了來自於經濟貧困的家庭 或者是來自於各位在新聞視線上看到的 有一些是被虐打的孩子 或者是不當對待的孩子 這些孩子離開到家之後 綜藝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給他們一個家 而且這個家是充滿了愛跟溫暖 還有就是安全 所以在這個家園裡面 我們就不斷的去思考 怎麼樣去創建自己的服務內容 那在今年其實算是第一場 因為我們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 大家因為疫情已經慢慢趨緩了 大家整個的生活也開始慢慢的在活絡了 我們也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化展的部分 來跟社會大眾開啟這樣的一個對話 希望能夠脫貴社會大眾的力量 來幫助這些弱勢的兒哨完成蓋家的心願 我們才我自己去籌錢 去籌了很多錢 來拍了我們現在這部電影叫 看到靈魂的這隻眼 那我剛剛聽他們講呢 我覺得好像我也要稍微貢獻一點東西 那我應該是說我希望呢 我上映之後3月22號之後 一年之後結束 版權的一趴 票房的一趴 我送給你們綜藝基金會 因為我覺得 謝謝導演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票房會多好 但是我想看完的人應該都懂 都是台灣人都必須看 然後那天我去黎兵基金會的時候 黎兵基金會的人說 希望這部電影的我們的出來的書 也能夠翻成日文跟英文 他們就是應該是說 越在地越國際 剛剛看了畫作 越在地的話就越國際化 台灣需要透過越在地越國際 來才能保護世界和平 台灣幸福 意思就是免於戰爭 那大家都快快樂樂 在這塊土地上生活 我們拍這戲也是一個眾神的文化 就跟希臘的眾神文化一樣 道教文化就是眾神文化 很有趣 1700年的道教文化 竟然是在台灣發光發熱 而且我感覺是 2020年假成年 就竟然榮年開始 因為我屬榮 所以我總感覺今年的年 是我的年 那我想很開心 這個能夠來參與這樣的盛會 畫展的意賣收入 將扣除必要支出後 全數投入建設 0到18歲 11兒童的溫暖家園 為孩子加開一場系列活動 從110年起 以多元化藝術型態呈現 從人人生活美感提升中 轉動愛心 持續幫助11兒蓋家 記者問訊台北報導